今天我們為您精選的國際話題 要先提醒你一件事 就是明天的這個日子相當之特別 叫做世界肥胖日 我們先姑且不論這個肥胖日 到底是怎麼成型的 但是我們要告訴你 肥胖對於全球來說 不只是明天 而是接下來好幾年麻煩的問題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世界肥胖聯盟 他們在2月的下旬公布的一篇研究 這篇研究是到2035年的時候 屆時他們預估全球將會有51%的人都有 體重過重 甚至到肥胖的問題 所以換句話說屆時將會有40億人 在未來都會面臨到體重上的問題 而目前全球已知過重的肥胖人數 其實已經有26億人之多 而這當中尤其孩童 或者是青少年的肥胖人口 現在目前增加的速度是最快 因此就有相關的單位 開始呼籲政府開始要有所作為了 不過講到孩童 英國也有一樣研究 針對7000個人所做的研究 研究員主要鎖定的是1958年出生的人 而且截取了他們大概在7到11歲的時候的認知能力 那截取之後 然後2008年 在他們過50歲生日的時候 去研究一下他們的認知狀況 結果發現了 假設他們如果在孩提時期很常做噩夢的話 他們在未來患有認知障礙的機率 高出了76% 而且罹患帕金森市政的機率多出了7倍 所以看完吃看完睡 真的要提醒您國際上面的研究期刊 孩子的健康真的不能等 家長真的要多多注意 就是 treating你有 champion 幫緊張 看完整 快點 進去